大家好,我是永宏 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呢 我们和Tim的家人在我们这附近 大概开车两个小时的一个湖边呢 与他的家人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周末 他的舅舅啊,还有姨妈呀 他们好几个啊,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孙子们都来了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挺开心的 就有一点像中国过年的味道 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候,还要分好几桌 像我们中国人打麻将有时候也是 如果家庭人口比较多,可能还得好几桌 也是一样的,很开心,聊聊天 说说过去的故事,说说自己年少时的往事 都是很让人感觉到温暖的事情 这几年疫情的原因 海外的华人回国越来越难了 我自己也是一样,已经四年没有回过国了 我的父亲前年去世了,我没有回去奔丧,回不去 至今,我的母亲老年迟大一好几年了 我也没有回去过 就是这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恐怕只有在外漂泊的人才能体会 所以昨天我就莫名的,在湖边的时候 看着那么美丽的风景 我的脑海里就涌现出一首诗 它是余光中的 香愁 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 小时候 香愁 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 在那头 母亲 在那头 我在桌头 母亲 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 是一张 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 在那头 新娘 在那头 我在这头 新娘 在那头 后来啊 香愁 是一方 矮矮的坟墓 在那头 我在外头 母亲 在里头 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 是一弯 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路 在那头 后来啊 香愁 是一方 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 在里头 我在外头 母亲 在里头 在里头 海鲜 在里头 海鲜 像潮湿一弯 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路 在那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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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簧 在那头 在那打 下半句 大路 在那里头 大路 Zither Harp